从本节开始,我们要接触选择工具 在接触选择工具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进行选择 所谓的选择呢,其实是选择图像中需要修改的区域 而图像处理的核心内容就在于选择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选择区 在默认情况下,选择区会使用这种黑白相间的乙形线来表示 在选择区内部呢,我们可以进行绘画 比如说,使用画笔,在图像上绘画 此时呢,选择区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我们只能在选区的内部才能够画上颜色 选择区的外部则被保护 另外呢,选择区还可以被移动 比如说,将这个选区内的图像移到另外一个位置 好,我们返回这一步 选区内的图像还可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改变这里面的色彩 将它修改一下 而选区的外部不受影响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选择区是一个保护区域 我们可以对保护区域内的图像进行任意操作 而不影响保护区外的图像 另外呢,对于选区内的图像 我们还可以进行删除 或者是进行复制 Conor加C复制 此时呢,图像就进入我们的剪贴板 然后呢,我们可以Conor加V将它粘贴进来 注意观察图层面板中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们就沾入了一个刚才复制的中间部分的图像 那么它单独的成为一个图层 被粘贴在最上层 我们可以将它移开看一下 这是刚才复制的这样一个图层